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避则是做得极为优秀 不需要等待任何技能释放完毕 想闪就闪 主要还是动作灵动飘逸 闪避距离深得我心 格挡方面还加入了防御反击的机制 合理运用并熟悉boss攻击规律的话 完全可以血虐boss 唯一我感觉不太好的是格挡的手感 总是有一种延迟反馈的感觉 当然了手感这种东西也是见仁见智了 有机会能自己体验一下那是最好的 别让某些游戏都没玩过就喷动作相应的云玩家蛊惑了 游戏难度适中 注意我说的是游戏里最简单的一档普通模式 也就是说该游戏即便是最简单的档 也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不能无脑杀杀杀 不同的boss在教你做人的同时 也同样会教你更快的掌握一些战斗技巧 比如在打静云之前 我一直都是无脑闪避 是他教会了我如何成全的使用格挡 当然了即便是有难度 也还是非常照顾手三挡的 打不过吃药就完事了 打呆天魔的时候 我可是克了40多份路火草和30多份前进草 别问我为什么不吃金创药 穷舍不得 当然了吃药大法也是在家园系统开放之后 才能吃得比较舒心 前期主要还是靠主角北罗的吸血技能解锋 然而我最开始玩的时候 并不知道解锋可以点出吸血 于是我的主角一直过着不思学不吃药 全靠升级回血的人 甚至有时小怪过墙 我会跑到远处丢飞镖 那使得我一直在想 苦痛难度的小怪伤害这么高 体验也太差了吧 直到玩家第一次进入梦境中 不可以使用药 我才陷入了沉思 百度之后 我终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有人说本作的迷宫有些难了 那么我想他一定是没有体验过 仙界三的索要塔 我个人认为迷宫难度适中 基本上看着地图走 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再不及就百度大法 当然有一些需要跳跃时阶 或者树干的地图 在摔上那么几次之后 的确会使人短暂性的失去理智 但总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家园系统算是本作的一个亮点 在里边你可以种植挖矿 探饱补鱼 做药 做食物 做外装 武器外观 视频 做家具 甚至还没盖房子 玩家需要通过做侠一榜和直线人物招募 各种高精尖人才为你工作 铁匠 木匠 像厨子 裁缝 钥匠 钥匙 灵器 师 分工各有不同 还可以通过打败特定的一些怪物和他们签订契约 使他成为你的宠物小精灵 帮你断活 家园系统中还可以通过研究获得各种各样的配方 玩家需要控制主角的宠物属原天使 配合铁匠或是裁缝完成一些小游戏 当然了游戏中有一些问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偶尔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失败会扣除所有的研究材料 这一点则是会被一些玩家所诟病 毕竟材料收集不易 遇到这种情况当然是使用SL大法了 单级游戏没有什么是存档在独档不能够解决的 只要记得研究之前先手都存档就好了 本作中还加入了一种名为千秋系的卡牌小游戏 玩家要尽可能地把手牌和公路牌凑对 比如所有的牌本身都是四分 两张不相干的牌加在一起是八分 而一张百里图书和一张粉计 则可以凑成一对得到四分的万分 凑齐多张关联牌则是可以加更多的分 游戏中还有一只为玩家们所称到的龙宫地图 3D人物走入了2D的世界 所有的怪物NPC以及场景都以平隐戏的方式呈现 甚至NPC之间的对白都是以戏剧唱枪狗脸 可谓是别出心裁 制作组更是以游戏为媒介 且阴谋化的使年轻玩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就单是这份用心 也不知99元人民币了 画面方面因为我这个人并不怎么封尽党 就不过多评价了 不论是摇曳湾的月色还是顶部的温原 对于我来说都没炸了 剧情是完全独立的 大家不用担心没玩过一代二代会错过什么 情节方面我认为前期中规中绝 后期渐入佳境 人物的刻画方面主角不如配角出菜 当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能还是有意为之 男女主是授数千年有余的大谣 恒因则是凡人 代表了玩家的视角 所以才会显得真实 有血有肉 表面上讲的好像是贝罗的故事 其实剧情发展到周末期 则会发现叙述的其实是整个人组的故事 剧情的核心是传承 与以往不同 男女情爱在本作中只算得上是锦上添花 人族几千年的心火相传 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拜身即时背上那句 愿我人族 与此魂梦将开 万古河山之间 心火是传 枉飞不出 即便是没玩结局的 我想起这句也为之震撼 不仅感慨我华夏民族数千年传承 数十不一 若是玩完 怕是又会有一段时间心虚难平了 回想当年 我也是该系列最早的一批玩家了 八年前的我还是一个初中生 因为知道竹龙的团队是原上海软性 无间一在制作阶段 我便有所关注 之后游戏刚一发售 我便根据网上的发售地址 辗转找到了工作室 工作人员对于我能找到他们都震惊了 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少年 对国产仙暇游戏的热爱 以及对那个快意恩仇的江湖的美好幻想 虽然或许冲淡了我的中二幻想 或许冲淡了我对仙暇游戏的热情 而古剑三则无疑是帮我添了一把柴 使我对国产单机的热情再一次燃烧起来 不得不说竹龙真的是一个用心的团队 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国产单机每人看好 且赚不到什么钱的年代 依然在坚守着最初的梦想 四年的时间 研发成本三千多万 一套九十九的价格要买到一百万套才能证明 再加上各方渠道抽成 保守估计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 最后盈利也就三四千万两 四年的时间 这种回报传出比和开发手游的完全没关系 我个人认为九十九的价格真的是无超所致 不过就是网游一套低端时装的价格 如果你的电脑配置足够的话 强烈推荐你自己买一套玩意 毕竟这个游戏自己玩和云通关还是有很大区别 但愿无间奇弹丹是火山弹机的希望 而不是绝场 请大家给火山弹机的评计 好了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青山不改 内学长流 我们永远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